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三 最近中国女排3比0打败捷克女排获得小组赛三连胜 接下来在今年晚上7点半将会对战加拿大女排这个对手 对我们中国女排来说呢 现在所取得的成绩无疑是非常优秀的 而我们呢接下来呢也对后续的真诚充满了更多的期待 不过面对加拿大女排这个对手呢 到底对方表现和实力如何 以及我们能否打败对手呢 现在还是一个位置出 因为比赛还没有开始 不过值得开心的是在这一场比赛即将到来的时候呢 在稍早之前的另外一场小组赛中呢 塞维亚女排却给中国女排送上了非常好的一个喜讯 有助于中国女排更好的研究 加拿大女排这个对手有助于我们接下来更好的拿到四连胜 我们来详细分析一下 在中国女排打败捷克女排的同时 在另外一场比赛中呢 塞维亚女排也同样3比0打败了加拿大女排 通过这场比赛我们可以发现呢 一方面加拿大女排的实力整体确实不是特别强 所以他们很难打得过传统强队塞维亚女排 但另外一方面呢 他们的韧性还是非常不错的 即便是在第二盘第三盘落后的情况下呢 他们还是疯狂紧追着比分 疯狂反扑 差一点呢就逆转取得了一局比赛的胜利 所以可以说啊 其实加拿大女排本身呢 应该也算是一个比较难对付的对手 因此这一次随着塞维亚女排打败了加拿大女排之后 这场比赛其实能够给到中国女排教练组很多的一些启发 我们要做好比赛的备战 不要轻视这个对手 另外一点呢 其实还有一个很好的消息 就是说呢 随着加拿大女排在这场小组赛 0比3惨败之后 他们的士气跟状态是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 在这样的情况下 拖着比较糟糕的状态来迎战中国女排这个另外一个强敌 其实他们的队伍应该是非常绝望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自然就很难打出好的状态 由此一来呢 中国女排就可以趁其不易攻其不备 拿下这个对手获得四连胜 所以可以说在中国女排打败捷克女排获得三连胜之后呢 这一次塞维亚女排打败加拿大女排 也相当于变相给中国女排送上了喜讯 蔡兵接下来争取小组第一出现 拿到奥运门票 可以说是渔翁得利 只要我们打败更多的对手 我们这个门票拿的就更加稳当 另外一方面呢 对手尽管说遭遇了一个打击 但是对于我们中国女排来说呢 我们肯定也得打铁还需置胜意 毕竟呢 本身在啊参加这一类比赛的时候呢 实际上决定一个球队成败的 有两方面的因素 一个是外在因素 一个是内在因素 那么外在因素呢 我们已经占占据了利好 现在内在的因素呢 就是说我们的队员能否把我们的状态调整到最佳 像之前四联赛那样的渐入加进一场比一场好 如果可以做到这样的话 那么我们呢 拿下加拿大女排就没有太多的问题 但如果说我们的比赛状态起起伏伏 甚至有一些年轻球员以为赢了比赛之后 就飘飘然的话 那么中国女排接下来呢 其实还是有机会翻车的 毕竟呢 我们很清楚有一些弱队的话 实际上也颇具有黑马的潜质 在一些强队啊 太小看对手的时候呢 他们分分钟就可以有可能逆风翻牌 因此对于中国女排来说呢 每一场比赛 接下来都不能够轻视每一个对手 做好充分的准备 准备 我们才能够百战百胜 好了 本期视频接下来都是你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